距离生死决斗 还有两天 请 看来尾巴越来越多了 还不是怕你跑了呗 苏姐 明日可就是生死斗了 有什么事非得现在跟我说 见到你就知道了 哥哥 清 清檀 哥 冬儿 爷爷 爹 爷爷 爹 你们怎么来了 其实我们已经来延城多日了 担心打扰你修炼 所以一直没来见你 是啊 清檀可想哥哥了 委屈清檀了 你们在延城 吃住可爱习惯 放心吧 冬儿 托你的福 万金山会给我安排了住处 照顾得非常周全 苏姐 苏姐 感激不尽 林公子太客气了 你与家人叙叙旧吧 宣宿先告辞了 苏姐慢走 爷爷 爹 这段时间家里可还好 有我这把老骨头在 家里的事你放心 小辈们已是被我们偷偷暗中转移 只是清檀这孩子 对你分外思念非要跟来 我不管 就算死 我也要和哥哥在一起 别胡说 什么死不死的 谁都不会死 至于严城 我们不愿意总麻烦万金商会 已经置办产业 将来也好给你一个照应 爷爷 此战如今在严城 已被传得沸沸扬扬 说是胜了 是对林家绝好的宣传 日后 我们若是能将产业 逐渐转到严城来 再加上万金商会的照付 势力必然大责 冬儿深谋远虑 不过这次生死斗 你可有把握 若是不敌 你现在就离去 留得青山在 不愁没柴烧 卫通性格很辣 如果我跑了 到时候对于林家 想必他不会有丝毫手软 爷爷放心 冬儿不会输的 嗯 嗯 淳云指 不接 接我一指 你 你 你进入小园淡静了 前几日突破的 好 好 天哪 哥哥宁静比爷爷都厉害了 这 这怎么可能 爹 冬儿才 没错 即便在林氏宗族 冬儿也是我所见过 最年轻的 元丹静强者 好小子 虽然你实力大长 但那未通也不是省油的灯 万不可大意 既然你已决定 同他生死相斗 那我们就陪着你 嗯 爷爷 爹 你们放心 我不会让任何人 伤害到你们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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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伤害到你们 做什么 对 是 什么 是 有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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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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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越山那只老狐狸 必定想截魏通之手好好威风一把 这一战 灵动小游可要仔细了 素杰 我爷爷他们可安排妥当了 不必担心 我已派人安排他们在暗处观战 若真有意外 他们也会在第一时间 安全隐蔽地离开盐城 小子 这一次 我看你还能往哪儿逃 你现在就嚣张吧 待会儿我要你求死不能 待会儿小心些 既为生死斗 以命相搏 生死各安天命 求得怨人 此次决斗 双方乃血衣门门主魏通 与邻家邻洞 请二位上台 林家小二 还不给我滚下来 老子今天要让你血债血偿 废物话就是多 我 哥哥 臭小子 看你这次还能往哪儿逃 走 你竟然已经小人干性了 怎么 魏门主是要投降了吗 还真小看你了 看来今天不会那么无聊了 英雄 势 咱 哥哥 果然厉害 啊 啊 哼 哼 哼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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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决斗场一旦有生死斗 便会开启精神屏障 还想要用你那套飞天之术逃命 持兴妄想 破杀拳 伤得吧 碎元素 暴斗 到底是远丹剧绣原本强制的攻击 果然不弱 看来要对头伪通 还是有点勉强啊 不过 也就这样而已 小杂碎 想要跟我斗 还不够格 二阴浮尸 可这非比寻常的精神力强度 简直足以聘美三阴浮尸了 后生可畏呀 小子 受死 天猎掌 鲜罗帽 冰冻小心哪 我以为是凭借此招 即杀过三位原本弱的强者呢 精神力本就不如纯元钢气吻裂 由此以后并不奇怪 一切还得看结果 灵动好样的 灵动是占了优势吗 怎么突然就垮了 不知道 奇怪 谁敢再向前一步 小姨子必死无疑 本来只是为了防止你逃跑啊 可是没想到你小子的精神力 竟然达到了这种程度 那我也只能给你制造点麻烦 别激动 那可是血狼帮中 仅次于古影的浮尸 我可不想他一起呢 在你妹妹的小脸上 留下什么伤疤 你死定了 啊 重拔 傻哦 这需要